我們再次來跟公民行動已經記錄這套庫的GENU來連線 GENU你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GENU要跟我們談什麼樣的一個 這個禮拜非常重要的社會運動的消息呢 今天要跟他談到的是這個華光社區 可能大家以前都一直聽過 可是大家也知道很多事情 就是不是一個結束只是一個開始 所以華光社區其實現在才正要開始 我們知道去年華光社區都要法務部這個拆除 那這塊土地要騰空之後 法務部中央部分到底要拿來做什麼 其實我們都不知道 而且中央也沒有任何的計畫 所以在4月8號這一天 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在大安區公所舉行 終於釋出了這個華光社區細部計畫的這個說明會 那在去年遭破千的這些華光的原住戶 都有出席來表示意見 那有很多居民都是要這個 都發局的官員要把這個安置計畫 加入這個細部計畫的草案當中 可是當天這個都發局的科長 邵秀沛就說 他們也只能把這個居民的意見帶回去 不能來承諾安置 所以現場很多民眾是非常的憤怒 也非常的反彈 所以要求這個台北市政府應該要退回這個 防光社區細部計畫的草案 從頭再來 我們待會可以再花一點時間來談這個細部計畫 那我想雖然我們節目當中已經有討論過 但是我想可能很多聽眾朋友 或是觀眾朋友還是很想知道說 在這個拆除之後的狀況是什麼 就是當地的這個居民的生活的情況 或是在當地的這些房舍 或者是我們也是要有幾次的這個文史團體 到華光社區去嘛 那那邊的狀況是什麼呢 這個華光社區呢 就是位於這個台北市中正紀念堂旁邊 那這個去年的法務部要求 這個所有居住在地 居住在這塊土地上的居民來拆屋還地 那目前呢 這邊也招拆遷了174戶的居民 那還有一處廟宇 淋水公室還沒有 還在原地還沒有被拆除 但是法務部其實在4月 要求他們4月中要把他們拆除 那這些有著違建戶身份的這個居民 雖然是住在這個國有土地上 然後呢就被這個法務部來提告 要他們返還這種數百萬的不當得利 所以呢在這個4月8號這個說明會 因為當天其實有一位華光軍民就說 他們被提告還要被趕走 然後被提告被還這個要求還不當得利 現在他們的生活非常的難過 要四處打工來還這些錢 那這塊國有地所屬的這個代管機關 法務部其實很有趣 在這個拆除的時候 並沒有對這個土地是沒有任何計畫 就先把人趕走 所以呢這個華光社區其實我們知道就是歷史悠久 所以在上面有一些受保護的樹木 或是一些台北行務所的遺址 像一個監獄圍牆等等 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負面的一個遺產 然後當有很多的文史團體呢 都是來要求保留 如果沒有這些團體出來 可能其實法務部其實會不但把人趕走 也把這些東西通通拆光光 沒有一點都不留下 所以我們之前可能會聽到說 政府會覺得把這邊規劃成華光六本木啊 或是華光的什麼華爾街金融區等等 這些很光鮮亮麗的頭銜呢 還有這種都市更新之後這些設施 這種金融區是跟居民沾不上一點邊的 嗯的確我們可以看到 雖然這種房色拆掉了 那市政府他提出也想提出了一些 所謂的非常好聽的 或是一些所謂的願景式的計畫 但是這個計畫 基本上來講 他常常會跟這個所謂的當地的居民 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而且通常是當地的一些最弱勢的人 是被整個計畫給犧牲掉了 那剛剛有談到所謂的華光社區的 這個所謂的細部計畫 那可以告訴我們這個細部計畫 跟剛剛是跟六本木的計畫 其實不太一樣 這個細部計畫 它的內容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現在台北市政府規劃 這個細部計畫的東西 跟我們當初想像的 不管是華爾街還是六本木 其實相差有點多 那這個說明會呢 台北市政府 這塊地是法務部代管 那擬定計畫是由台北市政府來擬定 他們正在進行的是 擬定台北市華光社區 即周邊地區 不含這個中華電系 以及中華郵政大樓的部分 的一個特定專用區細部計畫案 這個是全名啊 比較長一點 那目前呢 是一個公展階段喔 他們要公展30天到4月20號喔 之後呢就會進這個內政部 都市計畫委員會來審議 審議過後如果通過了 這個台北市政府就可以公告 這個細部計畫的草案 等於就是這樣一步一步的通過了喔 那所以在這個說明會上面也是屬於一個程序 那都發局提出了這個 這個細部計畫呢 其實有把這個土地當中 分成特定專用區 來分成五區 那可能朋友可能這樣聽不太清楚 可以上網找尋這個細部計畫的相關圖片 分成五區 其中一特定專用區的一到三區 是要引入這個觀光服務的商業活動串聯 可能會跟這個永康街變成一個商業帶這樣子 嗯 對所以它會變成有一部分是所謂的商業的範疇 然後是所謂的商業的區段嘛 是是是是 那如果回到這個所謂的這個土地的整個回饋上面 因為我們剛剛也談到說 在這裡其實有一些古蹟 那些古蹟將會是怎麼樣去使用它呢 剛剛說這個特定專用區分為五區 一到三區是這個商業的部分 那另外還有第四區跟第五區呢 就是台北市政府獲得這個國有土地回饋的這個部分 那在這個四到四區跟五區當中呢 也有這個包含古蹟的部分 像我們已經受指定的這個古蹟 像南北圍牆等等 還有台北行務所的官設 那還有目前呢就是回饋給台北市政府呢 總共有佔有國有土地的31% 其實是還蠻多的 那這個重點就來了 台北市政府呢打算用這個回饋到底要做什麼呢 他們說呢 除了保存現有的文化資產之外呢 他們可能會做這個市府的公務機關 或是市政建設 或是公營住宅等等的使用 都不一定 因為他們其實都還沒有確定喔 所以呢 這個回饋的部分呢 其實台北市政府在一年內呢 可以無條件的把這個回饋的土地的產權 能登記在這個台北市政府 那所有的居民都很關心說 台北市政府到底會怎麼使用這個土地 我覺得也是非常有趣的喔 就是這房子都拆掉了 而且在某種強制拆遷的狀況之下 可是這個土地到底要怎麼樣去規劃 怎麼再使用 聽起來好像還沒有一個非常明確的做法喔 那我不曉得在這樣一個說明的過程當中 這個當地華光社區的居民喔 以及這個都發局他們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其實這天呢 大安區的這個光明禮 也就是位在華光社區裡的這個禮長 張慧全他就有說喔 大家都拆光了嘛 174戶大家都四散了喔 那他其實覺得說 讓這些原住戶可以回 再回來華光社區居住的話 是最理所當然 他覺得很理所當然 像他說現在這個四散居民 住很遠的地方 有的住淡水 有的住木柵 想見也找不到人喔 那另外還有像華光居民李先生 他有說喔 他有找出這個台北市長郝龍斌 就是有承諾他們要妥善安置 是當年郝龍斌回應那個議員林毅華的說法 其實我們也不只 我們也知道不只郝龍斌曾經說過 這個他要行文中央 要法務部這邊來妥為安置華光居民 其實馬英九在當台北市長的時候 也曾經說過一定要妥善安置這些華光居民 可是我們看到現在喔 就是其實大家就散的散走的走 那台北市政府考慮做這個公營住宅的這個部分呢 是居民非常關心的 他們希望可以回來住這個公營住宅 可是都發局科長呢 邵秀沛呢 其實就潑了他們一盆冷水說 都市計畫的規定當中 是沒有現住戶在原地安置的規定 那其實引發大家的憤怒喔 那假如因為這個都發局科長 他說現在也不確定 所以假如真的有公營住宅 優先讓華光居民成租可不可以 他說這個市府也要專案評估 他不能承諾 所以呢 有好幾十位的居民啊 他們反應的訴求很簡單 就是要把這個安置計畫放到 這次這個細部計畫當中 否則你這個草案就是要退回重來 他們堅持要有一個安置計畫 華光居民遭破 其實我們知道他釋散到各個不同地方 但是我想他們對這一塊土地 或是對這個計畫 其實也有非常多的這種關心喔 在這段時間 他們怎麼去關心這一個計畫 或是他們這塊土地 原來土地的發展呢 其實這個華光的一個很多民間社團 還是有在幫忙喔 那他們組成的這個華光民間版的 規劃方案研究小組 其實我們剛聽到這個說明會 其實就是台北市政府提出一個說明會 要讓這個居民知道 這些居民反映出來的意見 其實市政府可能不一定會採納 所以你會知道說 台北市政府跟居民之間的溝通平台 其實是不夠完善的喔 那所以這個民間團體呢 了解這個狀況 他們就代替了這個市政府做的這個 號召一個上百位的民眾 一起來討論喔 或是提出這個民間版 要來怎麼規劃華光社區 這塊土地的設計方案 所以呢 他們認為說必須要有這個 回應社區需求的設施 其實 當天有居民提到很簡單的 比如說像社區中心 他們都沒有 就是很簡單的東西 那這個 他們認為說這個是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獲得回饋土地 最基本要做到的事情 那麼其中一位成員黃書梅呢 他有說 台北市政府做這個西部計劃 他覺得好像是一個 不知道為什麼目標專用的特定區 我們剛剛提到有1到5區的特定專用區 好像不知道是為了什麼目標 那市府列出的這個計劃目標 其實都很籠統 很像就是說房子不要倒就好 所以這些成員也覺得就是 市府提出的草案其實是沒有回應到 居民的需求的 黃昌居民其實也提出了一些他們的看法 或是他們對這個計劃的一些想像 那在他們實際的訴求是什麼 這些訴求有可能達得到嗎 他們認為台北市政府其實很無視市民的聲音 所以他們提出了一些訴求 比如說 第一個是台北市政府應該要立即召開聽證會 他們認為這個聽證會是有法律效力的 可以有效的去處理民間提出來的意見 那要來處理華光社區 這個規劃保存再利用等等的一些課題 要開啟市民跟市府間的對話平台 其實就是剛剛我提到的 好像就是台北市政府提出一套 那市民接受這樣子 他們是不滿意的 另外呢 我們剛剛提到說 西部計劃之後會送進這個 都市計劃審議委員會 他們要求呢 應該要針對本愛來成立專案小組 那第三點呢 他們也希望這個 我們看到有很多古蹟 他們希望這個台北市文化局 應該要立即依據這個文資法 來訂定保存計劃 把這些保存妥善之後 再來進行細部計劃的審查工作 你不能把這些文資的東西丟在原地 讓它毀壞之後 然後一面進行你的這個都市規劃 那第四個訴求呢 他們認為這個回饋土地的規劃呢 其實要不能犧牲市民的需求 來換取財團的利益 我們剛剛知道一到三區是商業使用 那他們認為應該要回歸市民的意見 所以總括來說呢 他們是希望能更納入這個市民的意見 看起來是一個還非常漫長的一條路 也需要我們更多的朋友一起來關心 我想房子真的是被拆了 我想很多人是非常非常不捨 可是這個拆之後 這塊土地該如何發展 這個剛來原來的這些相關的計畫當中 是不是能夠納入更多市民的意見 我覺得是一個我們非常需要 再持續關切的一個議題 那今天也非常謝謝娟如如來跟我們一起聯繫 下禮拜我們再跟公民行動營機的資料庫的朋友們 一起來談當中非常重要的社會運動消息 謝謝 掰掰 掰掰 到底這個爛探子何時才能了結喔 這根本是一個非常荒唐的事情 獨立在線 給你不一樣的新聞爆爆 各位聽眾大家好 歡迎收聽燦爛時光 我是主持人怡秀 這裡是獨立在線 首先讓我們一起來關心反服貿議題 反服貿利院占領行動進入第三週 4月7號晚間8點 議場內召開記者會 決定在4月10號晚間6點離開立法院 黑色島國青年陳維廷表示 占領行動盤點了四大訴求 目前回應的進度之後 才對於目前的態勢 做出撤離立院的決定 針對佔領行動所提出的第二點訴求 先立法再審服貿 陳維廷認為 王近平宣布的監督條例立法前 不朝野協商的承諾 已在立法程序上實質回應 至於退回服貿的訴求 日前在國民黨籍委員會缺席的情況下 立院聯席會要求撤回 並重啟談判的決議 後續則在院會處理 而針對王近平的承諾 林非凡說 如果發現這是一場騙局 相信所有在這裡的夥伴們 都不會允許這樣被騙 行動的收尾 將會由佔領運動的幹部 與重要夥伴一起去面對司法 並將一場恢復原本的樣貌 而關於行動至今欠下的200多萬債務 募款還會持續下去 繼續釋反中天新聞相關抗議事件 自由台灣陣線集合16團體 4月9號散布包圍中天電視台 抗議中天新聞報導抹黑抹黃 中天電視則在門口播放 因為我們是一家人反制 並在大樓外掛上拒絕黑色恐怖 捍衛新聞自由的布條反擊 遊行隊伍離開時報廣場 中天採訪車尾隨跟拍 引發群眾不滿 民眾不斷對著中天記者冷嘲勒諷 張貼紙條 更有人手持標語 隻身擋在車前 而中天記者也不甘失落 隨即拿起攝影機進行收證 最後是台南鐵路地下化相關抗議事件 台南鐵路地下化後 目前的軌道用地釋出 台南市政府計劃當作公園道路使用 提出都市計劃變更地幕 從3月25號到4月23號進行公開展覽 而4月7號的說明會 引起包括地主開原理拆遷戶自救會 及反南鐵東一自救會居民到場抗議 要求停止程序 在市議員謝龍介的協調下 都發局長吳欣修承諾 帶回市政府討論是否暫停之後的說明會 另行邀及各方代表 舉辦一場更嚴謹的說明 但晚間市政府隨即以新聞稿否決這項做法 4月9號的公展說明會 將會如期舉行 然而這項決定 將使反南鐵的抗爭再度升高 以上新聞是由陳怡秀編輯播報 感謝您的收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請按讚 請按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